好各位你先进到简报的30页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是 都是在网路上的 但是呢你现在 如果你有你自己的文件 可是我不是公开在网路上的 那能不能用 其实也可以 也就是说我可以提供一些文件 给ChapGET 那请他呢帮我去 整理这些文件里面内容 那我就可以 透过ChapGET的方式来询问他 那么这里一样 有一个扩充 这个应该是云端服务 直接进去就好了 不需要安装 但是他一定 还是需要有那个ChapGET的账号 好一样我把这个网址给各位 来我把它传给你 这个云端服务之前 我还收到他的通知说 要不要帮他介绍一下 就是他的那个官方网站 他刚好看到我之前 在虎伟高中那边有分享 OK 你看我这样就进来了 有没有 就有一个这样页面 所以呢 你可以先登录一下 好吧 那这个呢 都可以用中文 都可以用中文 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有没有 像这样子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就是这里我有放几个demo的 一个呢 就是你直接把你的pdf或你的office的文件传上去 所以我这里有两个 当然他也可以针对网址来做分析 也可以 那你看哦 我先给各位看这个 第一个 好 反正他的方式就从这里上传啊 意思就是一样的 从这里上传 好 传上去之后呢 OK 你看 我已经告诉他 我有一个讲义 pdf档 有一个pdf档 好 那我就来问他 请他帮我 列出这份文件的内容 而且用列表的方式把重点把它列出啊 有没有 他就像这样帮我做 这个整理 所以如果说你有 不要太长的文件 你可以像这样子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不在网路上 那我就请他帮我做整理 这个是可以的 好 这是可以的 这样了解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 刚刚那是pdf嘛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pdf 前面的呢 哦 了解 这个是我的原始档 给各位看一下 我给他看的就是这一份 像这样子 我的课程大纲 有没有 哦 给他去看一下 他可以从这边 看到这个内容 然后你就可以问他这个文件 因为我们知道chip gt 他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限制他的范围 他会怎么样 随便让回答 对不对 那所以如果你有限定他 哎 我就是在这份文件里面 那这样来问他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好 你得到你要的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下方 下方这里 他这里有几个比较常用的功能 他有把它列出来 就是变成一个按钮啦 比如说你要他把这个文件简化一下 标注重点 还是什么就是摘要有没有 只是如果你用这个 因为他这个网站是英文的 所以我如果用这个方式请他摘要 那他会回答英文的 你还要再叫他回答中文一次 所以呢 我在这里我就懒得用这个 我就直接用在这里请他回答就好了 他真的会帮你翻成英文的 即使我的内容是中文的 他还是帮你翻成英文的 也就是说他把这个 tomote就变成一颗按钮 来用 那你也可以在下方 在这里有没有 直接问他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可以透过这个分享 让你们也可以去共用这个文件 好 这个是 第一个方式 给大家看 那如果你是网页的 他也可以这样做 在这里 有没有 像这个 我可以打开他 那你就告诉他 我要看哪一篇文章 好 看哪一篇文章 像我在这里有 你看在这里 应该是79这个吧 你看他上传 有分两种 我给各位看一下 在这里 如果你刚刚有进到他的网站 你可以把你的文件丢进来 也可以告诉他 你要来自哪一个网站 这个都可以 所以他有两种选择 好 两种选择 所以 如果呢 你去选择 比如说像这个 国文科的 那我就找一篇作文 给他 因此呢 因此呢 你这边看到的 在这里 79这个 就是我请他去看这篇文章 但是他帮我生成的 又是英文对不对 所以我请他用中文再生成一次 然后呢 帮我摘要一份这个内容 这样了解吗 好 那针对刚刚那个 这个没有字幕的 影片 我可以请他帮我们做一下 我们来试看看 好吧 来找一下 这里 回到他的首页 好 我就Upload 然后告诉他 我是来自这个网址的 他就开始帮我 去找这个影片 哎 他有看到了哦 对不对 我请他 请你用中文的方式 帮我摘要影片的内容 好 送出 哎 哎 他有抓到哎 有没有 不过 这个 他是呼隆你的 他没有真正去看的 因为这是我的影片 我知道啊 哦 你看这里 他说这个是 名称没有问题 简单介绍这个 此外 影片还是用进阶技巧 自动翻译 和协作 影片制作者 有没有发现是错的 好 你可以请他讲更多 但是 他真的 不见得真的有看了 这个部分你可以 留意一下 你可以试看 有字幕的 通常比较没问题 但是 没有字幕的 这个就是 AI的字典里面 没有不知道 他还是会自动 把你产生出 一些内容来 所以这给大家看一下 不管你是 来自网页上 或者是你自己的文件 其实你可以像这样做 好 这个是我们的 任务3的部分 好 让各位再多了解一下 其实我们用AI来整理文 这个内容也是很OK的 好 好 任务3 我就先暂时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了 所以其实任务2跟3 有点接近 只是我们透过不同的 这个外挂程式 来让大家知道说 用AI 怎么样去用 那这些东西 当然你一样可以把它 整理到我们的 Notion里面去